我請教沈老師 現在看起來全球都是戰場 那軍事的戰場 儘管限縮在烏克蘭的這個土地 但是這塊土地的軍事消耗戰 已經進入第十四天 然後雙方現在不斷加碼的是 經濟消耗戰跟經濟毀滅戰 但是就軍事的消耗戰來講 包含了俄羅斯的軍隊 這一回合也是受傷慘重 對 經濟戰到底什麼時候結束 我想關鍵就在軍事戰 或者整個戰場 是不是到一定的結果或者是階段 到底是俄羅斯會戰勝呢 還是烏克蘭會堅持到底 然後戰線延長 最後拖垮俄羅斯 那今天的這個狀況 我們先從北部戰線的基辅開始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圖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化 主要是在右下角這個地方 因為他在伊爾平這個地方 其實屢攻不下 所以他現在軍隊已經慢慢轉移 而且根據美國智庫的報導 目前俄羅斯已經動員了車臣 憲兵部隊 還有所謂的禁衛部隊 禁衛部隊其實是捍衛首都的部隊 要增援基辅的這個作戰 目前已經到這個地方 可能會從西邊兩線進入基辅市區 但是你可以從東邊來看 東邊其實有兩條線 但是他還沒有接近基辅市區 目前還沒有形成所謂的戰略包圍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我們看到其實在北部有一個城市 叫切爾尼克夫 這切爾尼克夫呢 因為這個城市的堅決作戰 前兩天還被 折尼斯基封為六個英雄城市之一 就是他仗打得非常好 所以封他為英雄城市 所以俄羅斯呢 沒辦法打下這個城市 所以只好繞過去 那因為繞過去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目前離基辅還有一段距離 那另外一條線呢 從這個地方來 同樣有一個城市叫蘇美城 那蘇美城呢 烏克蘭軍隊在這個城市呢 也打得非常好 也有效的遲滯 跟拖延了這個俄羅斯的軍隊 所以到底還要兩個禮拜 或者是兩個月呢 主要是關鍵對基辅的核為 然後基辅被包圍之後呢 目前根據資料顯示 目前他還有十天 到兩個禮拜的糧食 但是不要忽略了 其實在右下角這個地方 還是開放的 所以不管是美國跟北約 或者是對他的軍事援助 或者是國際傭兵等等 都可以從這個地方進入 那這個地方 其實有三個機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俄羅斯很想佔領這三個機場 來斷絕對基辅的援助 那我們再來看看東部的戰線 東部戰線有一個俄羅斯的第二大城 叫哈爾可夫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說目前俄羅斯軍隊 狀況最不利就在這裡 那你也可以說因為基辅是主作戰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他兵力比較有限 那甚至於哈爾可夫呢 他也被封為英雄城市 因為這個地方被包圍之後呢 烏克蘭軍隊展開反攻 甚至反攻到這個俄烏的邊界 所以烏克蘭軍隊在這個戰線上 其實是比較有戰果的 那另外一個重點地區 當然就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這個南部戰線的問題 南部戰線呢 其實有三個城市 被封為英雄城市 一個就是已經淪陷的赫爾松 另外就是馬力坡 還有馬力坡上面有個 沃爾諾瓦登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馬力坡跟赫爾松 這個地方是非常關鍵 那今天早上我看 這個國際外電的報導 俄羅斯的軍隊已經進入了馬力坡 那進入馬力坡之後 很快就可以跟烏東地區 連成一塊 連成一塊之後呢 這塊就可以成為他 往北推進一個重要的大後方 那馬力坡馬可利夫這個地方呢 目前的進展 已經有一些進展 如果佔領這個城市之後呢 他緊接的就會往奧德薩推進 那另外媒體有講說 這個有關美國 要不要援助這個烏克蘭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它的底線應該是 如果俄羅斯針對美國 跟北越軍隊發動攻擊的話 那美國當然會反擊 那就是俄羅斯跟美國 跟北越的戰爭 那有人在討論說 俄羅斯會不會展開核武的攻擊 那這種情況下 過去的所謂的戰略核武的互相的攻擊 應該是不太可能 但是有可能用戰術性的核武 那戰術性的核武呢 俄羅斯主要 什麼叫戰術性的核武 戰術性核武就是 它不是以一個摧毀整個城市為目標 它是協助達成軍事作戰的任務 跟目的的小型小當量的核子武器 那他如果用戰術性的核武 有可能有大規模的核傷害嗎 還是局部性的他的標的核傷害 他應該是局部性的傷害 就在這個作戰地區造成傷害 但是他的核的很多的負面的這個效應 包含輻射等等會繼續殘留 那同樣也會影響到俄羅斯的軍隊 好我們稍後回來